歡迎收看 鷹血大聯盟 前陣子有個新聞 知名的YouTuber 深夜列出十幾項修圖的需求 讓攝影師修到崩潰 沒有修過圖的照片 會直接上傳到社群媒體嗎 不可能 因為7月份就有可能 瑪玥 因為她修了其實沒什麼 怎麼了 修根本不是都這麼帥 對 男生沒有在修這個的 好 如果你的答案是 有用美肌 而且一定要修圖以後才上傳 那你要小心 可能已經成為 有那麼嚴重嗎 柔冒焦慮已經成為 社群時代的文明病 但是這種柔冒焦慮 只發生在年輕人身上嗎 不是 面對 我們也很焦慮 你是不是很焦慮呢 那要如何找回自信的自己 今天就要讓專家來告訴大家 當然今天優勝隊伍 可以把精美的好禮帶回家 你們要加油了 好 我先介紹兩位來賓 別跟我作對的 瑪莉歐 把哥 小優 要贏你就對的 牽牽 郭泰王 介紹我們的醫師專家群 心理師邱永霖心理師 如果沒有外在美 誰想了解你的內在美 季風美學專家凱金老師 巧妙常著 有自信 擺脫焦慮 好吸睛 台灣中醫美容醫學會理事長 鄭鴻強中醫師 好的 馬上來進行我們的 百人名叫搶答題 當然跟容貌焦慮症有關 請問 這些容貌焦慮症的傾向 你的狀況有哪些 而百人名叫中的前三名 又有哪些呢 我們要先看一段VCR 答案就在VCR當中 好的 我們要找到百人名叫的前三名 請看VCR 請問 這些容貌焦慮症傾向 你的狀況有哪些 我覺得自己就是不夠瘦 所以就會用各種方法去減肥 會因為 怕自己外表 然後不敢去派氣 有些朋友會 一直摸自己的臉 然後跟我講說 他很想要去做醫美 就是覺得自己哪裡有需要修整 就是我會一直問別人 就是我們很漂亮 這樣子 妳很漂亮 對嗎 對 我會一直去拿補妝的東西 然後一直補妝 去確認自己的容貌 對 像我朋友的話 就會滿常去照鏡子的 然後像是一進電梯的話 電梯只要有鏡子就會狂照 算是一種比較 引人注目的容貌焦慮嗎 我覺得是這樣 有時候我朋友他就會很擔心 自己的皺紋就是出現狀況 他就會覺得很緊張 可能大概皺紋會有一些問題 會出現皺紋 這些狀況 妳有哪些呢 而本來民調中的前三名 又有哪些呢 請看大家 真的 好緊張 那個問我 問我就請問 因為我有很多容貌焦慮 我覺得應該是很常照鏡子 真的 因為我很常照鏡子 我每天只要坐上車 我就先把那個擋光板的 先放下來 就是要看自己的那個 一直看自己的臉 那你會對鏡子裡的自己說話嗎 當然 還好 還好 我可以 誰是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 是下輩子要是最美麗的女人 不是這輩子 郭師傅在旁邊表情好尷尬 妳真的覺得我怎麼樣 我還好嗎 我要不要焦慮 我很焦慮 妳不要告訴我她還好嗎 所以妳現在是身戀 還是有兒童在看 妳可以注意 超緊張 妳才是愛照 一定有 愛照鏡 會是前三名嗎 我請到邱詠麟心理師 鏡子應該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因為它開啟我們自我的意識 因為我們的眼睛可以看到萬物 但看不到自己 但是有了鏡子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 但是太常照鏡子的人 並不是有自信 反而是 可能搶槍出外 她每次看鏡子都覺得自己很美 對不對 可能她特別自肥 她在刺眼網 真的 我就把自己刷眼 但是如果說你一天 看鏡子的時間累加起來 超過一個小時 那也是一種疾病 那個叫做 所以她看的鏡子 不是平面的鏡子 她看的鏡子是一種 客觀上來講她臉是瘦的 但是鏡子裡面的她臉是胖的 我跟你講 我以前開業的時候 我隔壁是減肥科診所 進去的幾乎都是瘦子 對 沒錯 真的 他們都認為他們很好 然後我在那邊開業 大概三個月之後 那個醫生有一天忍不住了 跑過來按我門 妳說 我可不可以入骨妳 她說 她覺得她有一半以上的 要把轉介塊給妳對不對 對 而且她覺得 白白轉介太虧了 所以她要入骨 真的嗎 好聰明 對 好 所以這個太常照鏡子 其實是一種心理方面的障礙 我跟潘老師是 真的是好哥哥 好棒 所以你現在要扯他後腿 要到他的料了 我基本上沒有看過他不抓頭髮出門 他就是 他只要一進電梯有鏡子 而且我們照我們可能都是那種 頭髮弄一弄 他是那種 進門打開 他就 就是 我覺得他 直接去進門 我覺得他會有病 蔡老師其實很自戀 然後他的舞蹈教室全都是鏡子 都是鏡子 舞蹈教室打個鏡子 他有時候那種 可是這是他 可能是他的工作 對 他就是要展現出他 他知道他什麼地方最好看 很完美的體態 這是什麼 你居然 你有沒有成功的 我覺得有可能是常做醫美 剛剛聽到那張心有戚戚眼 因為現在的人真的 現在的人不只是去看醫生 醫美是成立他們每天必做的事情 我有朋友他有多誇張 他每天譬如說我們會去逛街幹嘛 他每天的嗜好 就是去醫美診所 每天 對 像我的 他就是走走走 經過 他就進去 然後我就會坐下來 醫生說你今天要做什麼 他說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還有什麼要做 他就直接走進去 他就是想做 但我跟你講 常做的人他們也有個困難 他們出入海關有點麻煩 因為 每次都刷不過 要一直看照片 逼逼過去到他 不知道小姐誰 對 他的iPhone會開不了 而且時不時就要換照片 時不時就要換照片 因為他的照片已經跟本人差太多了 真的 我補充一個好不好 因為以前我打工 我演藝工作不順遂 我打工也在那個 你演藝工作還不順遂 之前就是我真的 他50歲才開紅盤 對 高高低低 然後我在婚紗業有打過工 然後我們有幫新娘子改 就是新娘子的照片 就是有美 修圖 對 多誇張 我才剛跳完 然後七娘子竟然我不認識 我說請問你哪裡照 你真的修到已經 不是他了 真的不像你了 好 所以你們答案是 常常 常常去做醫美 這個答案會是見前三名嗎 恭喜答對 不是 我們請了 鄭醫師 根據調查 百分之五十多的人 不怕用任何的方法 讓自己變美麗了 任何的方法 可是也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怕在變美麗的過程當中 又怕發生意外 又有風險 或是負作用 醫美等級的層次 價格也非常有 越來越下降 不像早期花很多錢 對 現在連小資族 或是用一個療程都可以做 之前的醫美都是由西醫來主導 在韓國的傳統醫學叫做寒醫 台灣叫中醫 他們也覺得這個中醫有市場 開完刀割雙眼皮 或是什麼臉都會腫了 他們要早點上班 所以就去尋求中醫的幫忙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了一些針灸美容 所以在韓國中醫做美容的市場 也非常非常大 他們就是靠針灸美容 讓開刀後的水腫 可以給它做修補 所以目前我們在十幾年前 我們台灣的中醫師去韓國看以後 我們也嚇一跳 原來韓國他們把中醫也可以做得這麼好 所以我們就是醫學會把這個引進到台灣 來在台灣做 那我們經過十幾年的努力 現在台灣也有很多中醫診所 在做針灸美容 針灸美容它的好處就是非常非常安全 不會遇到像西醫做一個玻尿酸打錯了 或是肉毒感菌打錯了 或是開刀失敗了就是有些傷害 那中醫的針灸美容它頂多頂多 就是會砸到小血管有個小瘀青 不會有任何的副作用 不會有你做好以後 甚至也都可以馬上上班 或有一個家庭祖父他做了快一年 他就是很喜歡去買完菜後回來來做 他又很喜歡參加同學會 每次參加同學會 你怎麼都沒有變老 他說我什麼都沒做 可是他就是有做針灸美容 因為別人看不出來 對 就是那個針又很細 所以自然的 對 跟頭髮一樣細的針 扎到臉上 又不會痛 可是要有個 克服一個心理障礙 是 畢竟一個針要扎到臉上 擦在滿臉上 對 所以剛開始做的時候 可是因為像頭髮一樣細 那它的痛感應該也不會這麼痛 幾乎不會痛 就是心理的障礙 是 它就是會有個疙瘩 就是有個東西要擦到臉部 等等那個疙瘩 把那個難關過了就好了 我是明天我會去證實 妳要去整哪裡 妳還要整哪裡 沒有 妳們聽我講 妳願意用大了是不是 妳該不會用大了 我全身都是真的 而且什麼叫又要 妳不要自己的讓人 我覺得都真的 好不好妳 沒有 因為我會維持 我覺得女人到了年紀 我就是想辦法維持自己 對自己的一個責任 那我自己會去做一些電波 音波 對 這是我會去做的 而且我還是中西合併 中西的針灸我也扎了 那西方的這個電波我也做了 所以妳扎錯了 所以妳扎錯了 我容貌交易症很大 妳好有錢 所以妳也做過這個針灸 我都會跟妳習慧做這個 那我們讓鄭醫師來補充一下 好不好 我們這邊有一個實際的 圖片案例 一半臉是有扎針的 一半臉是沒有扎針的 右邊的左邊不一樣 這邊有扎針的 各位 妳可以看 它的 對 對 那它的臉的V線 就會變得比較緊實 這個只有扎一次 扎15分鐘而已 就馬上有這麼 我剛剛乍看之下想說 這邊的嘴角比較高 但是這個法令紋這麼短 然後也沒有什麼紋路 這樣看起來其實是比較年輕 比較圓潤的眼 比較緊實 所以針灸美容它可以 作用就是會 改善我們臉部的氣血循環 讓我們的臉變比較緊實 可以改善我們細的紋路 是 針灸美容在韓國 也有很多男生在做 不只是只有女生 男生有眼袋 也可以用這個來改善 目前我們正在做的是 就是改善黑眼圈 像瑪莉歐大哥一樣 他熬夜 眼圈很重的 眼袋很重 就是可以扎針 剛剛這個變比較淡一點 比較重 你要去了 這個扎針也有用嗎 有用 可能要用 比較粗一點的針 對 請看吧 電污馬上 大家不知道嗎 等一下 我知道 所以是不敢出門嗎 我 不敢 不敢出門 我老婆覺得她自己的長相 就是沒有自信 哪會 我一直說她很美 我一直說很美 她就說我是不好看的 還是她不想跟你出門 對 我猜是 好啦 就是不敢出門 有那種色恐的那種 社交恐 對 不敢出去 人群恐懼 人群恐懼 好的 這個答案會是今天前三名嗎 第五名 這是第五名 還是有 還是滿前面的 我們來請到凱娟老師 社交障礙 就是說 這種通常是有什麼樣的症狀 就是我出門之後 我很害怕在 尤其是陌生場合 我不認識的人 然後 可能其實大家都客氣 但我可能心裡面就明明覺得說 她是不是在批判我長得不好看 我是不是有比別人看起來胖 還是我今天打扮是不是不夠到位 所以通常這樣索性有一些人就是 開始逐步出戶了 我們一定要學會 特別是在素顏的時候 你照鏡子一定要學會 找到自己的優點 這樣就可以在人生的道路當中 逆轉勝 對 我是盡量的人不照鏡子 就不要照鏡子 其實你本身就是 很有自信的人 我不是那個 你看到 你終於打架 我終於打架 終於 應該是把所有的保養品 帶以待 對 用你化妝品懂得 等一下 像我一個朋友 他們出國 怎麼奇怪 都還沒出國買東西 就操縱了 就操縱了 好像是我 而且她老公也不知道她帶那麼多東西 其實一打開 都是一些化妝品 你是她朋友的老婆 沒有 我出國 我出國前就被罰了 我出國前都會被 基本上都被罰1萬多塊 就是操縱 出國前就會被罰1萬多塊 那你回來要被罰1萬多塊 回來的話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 因為回來的時候還在買行李箱 在買一個行李 就當地直接買行李箱 不是一個 三個 回來會買三個 就兩 三個 因為你光去的時候 你的化妝品也會1箱 是 衣服 鞋子 1箱 然後還有另外的 你帶過去的一些盥寫工具 或是你工作要學好東西 再1箱 我經營很減少 我還這麼多好不好 Paris Hilton 21箱 我這樣算一般了好不好 其實要帶人家會 因為 對 你帶這東西 可是換來一堆幫助手不好 也可以 你不要再罵 你不要再罵郭太郎 我這個叫做 他跟你嚇到 對 我這個是有投資報酬率的 對 投資自己 好 所以你們的答案就是 化妝品 保養品一大堆 帶滿滿 這個答案會是見 前三名了 可以 三名 現在一堆保養化妝品 真的會這樣 我們請到凱津老師 有容貌焦慮的朋友 我們就發現到說 他可能隨時隨地 口袋還是化妝包 真的都有備其 保養品跟化妝品 在座大家都是女神 其實我們就有一個 這個女性 對你好會聊天 對啊 我想說 早知道會講 我想說瑪莉歐不是女神 不是 我台灣也不是女神 你是說女神 這位女神 大家應該認識遠遠 遠遠知道 對 其實她也很受歡迎 就像大家一樣 其實有很多的追蹤者 後來她在一次談話性節目 也有跟大家分享 她就說她其實有 嚴重的容貌焦慮 是因為她在國小五年級開始 媽媽就會規定她 一定要梳妝打扮才能出門 真的 然後長大之後 又從事演藝圈 經紀人更是這樣教育的 所以她其實就發現到 她時時刻刻都會一直警惕自己 對 其實是有這個原因 那其實真的是 同一個狀態養出不同的人 像我也是從小 我媽一定要把我從頭到腳 打扮好 才讓我出門 但是當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時候 我就是 眼睛一袋 帽子一袋 穿過錢 我就是 能不化妝就不化妝 多輕鬆就多輕鬆 所以說到這個 我們在說隨身隨地有 這個保養品 化妝品 其實在尋求的是安全感 沒錯 你也是嗎 小優 我也是 因為我是什麼東西都要帶著 然後甚至有時候 就是連出席活動 不只能帶弄小費包 小包包 我還要塞每一筆塞 眼線筆塞兩隻口 結果有一次就這樣 出席很漂亮 這個爆開 然後你的化妝品還塞滿地 然後大家在拍照 然後攝影師等我撿化妝 我的天啊 超丟臉的 那代表說你的化妝包 你的東西根本被用到最好的 如果你東西是用到最好 或是你全部都把它給分門 別類的話 基本上不會 但是因為出席活動 我跟妳講 我的東西 你出席活動也有一大包 一大包 而且重點是我都分門別類好 絕對不會發生這種 他罵完過師傅以後 他罵小優 真的 真的 沒有 我在教育 教育 他說給大家一些教育的機會 跟觀念 因為我從小是我爸是不准我漂亮 我是被替男生偷偷 真的 我是被替男生偷的 你太危險了 他怕你太漂亮 他怕 對 我後來長大 長大的心態才知道 男人會怕女生長大太漂亮 會被男生欺負 對 所以他衝好大到 他都會把我頭髮剪短 給你的保護色 後面是像瑪格這種剃的 這種這樣子 真的 然後我不能使用化妝品 不能使用任何的保護品 不能做女人 然後褲子要穿男生的褲子 所以我 你確定他不是想生一個兒子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他是像妳 後來 所以後來我就會覺得說 我什麼東西 我還是蓋不住 我心中是女人的天性 而且反而會有這種報復心態 我就通常 什麼都沒有 現在什麼都要有 他不准我買 我就通通都去偷幼 然後他叫我 他給我的美筆錢 叫我記帳 我通常拿去買化妝品 通常給他亂擺 亂擺 一個牛奶 或是一個香檳茶 對 灌白色 我還會擺七天買 妳會來免判一千五 對 不是 我要擺 妳要分七天吧 七天 所以你就會買一些化妝品 所以我東西 我就知道哪些化妝品 或化妝品都要用最好的 所以造成了我現在 什麼都是用最好的 這個習慣 如果這樣說起來的話 你們兩個應該 今天都有把化妝包帶在身上 有 我們每天都 來 我們先看小優的好不好 我們來看 很可愛 是不是 小優的 小爆哥的 很整齊 對 真的 應有盡有 但是這種方便 就是我什麼都丟進去 紅紅 眼影 而且我一個一定要帶 兩 三個以上 不是 不過妳都沒有分隔 對 妳這樣要挖最下面 妳會不會找不到妳的那個 哪一筆 有時候我都以為我東西不見 我又再去買發現 怎麼又買一個一模一樣的 戴這樣還OK 而且妳今天是來上節目 對 女藝人這樣應該是正常的 正常 而且我這樣也滿方便的 小優都有看完了 我們來看搶搶的 這個是女行袋 這個是化妝袋 我差點閃到眼 我叫妳拿化妝包 妳全部拿來幹嘛 哪一個是化妝包 這個只是我的千分之一 我每天都一定要戴的 這個我沒有碰過 我也沒有碰過 那裡面哪一個是化妝包 就四個 這個是睫毛膏 全個都是 這個 妳是睫毛膏 這個是睫毛 這裡面是不同的睫毛 不同的睫毛 妳有心理師 我不用 我給她看就好 我自己能夠依我自己 我知道怎麼依我自己 我今天下午還有一個空檔 妳這比化妝師還困難 這個是睫毛 這個是睫毛 我跟妳講很多化妝 而且我出國的時候 我的所有的化妝品 化妝師看到說 我比她們還專業 可是我確實比化妝師還專業 不是 我不用化妝師 我專業自己畫的 妳是用睫毛來補頭髮嗎 沒有 不同 因為妳今天畫不同的妝 妳需要做不同的造型 那個睫毛長短真不一樣 不一樣 而且有很不一樣 而且這個是一片的 然後這個是一株的 那有時候妳要剪的 那是全部都對 剪四段 因為有時候妳趕得出門 我睫毛都是打到電視台 我才決定要哪一個 妳看這個還塞不進去 對 沒關係 它連這個大包的內袋 都是塞得滿滿的 這個還是亮亮的 這個是會妳塗全身 它會讓妳的筋粉會打亮 我跟你講我是很細緻的人 我是做到很細節 細節非常漂亮 對 然後這邊 這個是我的口 那邊滿滿的 有八一百多隻 妳是有幾隻嘴巴 我家裡面有三千多隻 妳這衣服是畫上去的是不是 我家裡面有三千多隻 這個是我每天 妳要搭配不同妝 早上的妝跟晚上的妝 是不一樣的 所以妳的 妳不要再加重她的病情 我只有四 我只有四 老師是化妝老師 她一定的 我只有四隻口紅 我跟你講 因為我是個妝很精緻的女人 而且我的結婚 所以我的妝很粗糙嗎 對 我跟你說是 我化妝要花四個小時 我覺得 我不會讓別人看到 我有在種假睫毛這件事情 就是我的上下睫毛 是黏在一起 然後妳這邊刷具這樣子 對 我每天這樣戴著 每天要戴著 我們可能錄不完 不是 趕快把它 不用 這我要放好 因為我都分門別累好的 你看 這我分都裝不下 分門別累好 你通通都要分方清楚 好 好 謝謝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們來幫大家小結一下 這些容貌焦慮症的傾向 你的狀況有哪些 百人民調 前三名又有哪些呢 一 不斷進場修修練 二 老師照鏡子 三 攜帶一堆保養品 化妝品 第四名 出現紋路就情緒低落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因為一直照 一直照 我這邊有小細紋 然後就開始很焦慮 這個真的 這個部分請鄭醫師 來幫我們解說一下 紋路產生是一個 人體自然的現象 是 這個就是人老化的一個過程 人類老化的過程 最主要收到的 大概就是幾個因素 一個是 一個最主要的傷害是來自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曬 美國有一份調查 就是有一個開貨車的 它開同一條路 20年 就是來 回去的時候 太陽從這邊曬 回來的時候也是這邊曬 所以它比較 20年後整半邊的臉就是老化 紋路就很明顯 沒有曬到太陽的地方 紋路就會比較 沒有那麼明顯 真的 所以紋路會自然產生 只要睡得好 多補充水分 紋路的產生就會比較少一點 我們也可以用紋路的長短 來去辨別一個人的年齡 是 大概我們看法令文就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馬哥法令文 法令文的長度 如果沒有超過嘴巴 大概30歲左右 超過了 已經到耳垂了 到這裡了 到這裡 超過的話就差不多50歲除透 如果我們的莫文跑出來了 大概就是5 60了 莫文是這邊 還沒 我們就會做一些常常保養 像穴道的按摩 我們就是簡單的 幾個手勢非常簡單 我們一起 我們就是手握個拳頭 兩手握起來 我們大概 大拇指的地方 從眼眶下面 拳骨最高點叫拳骨 叫往外拉 就是把臉 對 這樣壓著 指甲那一面嗎 對 這樣拉過去 可以消水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也是握個拳頭 就眼睛 眼睛這樣子繞過來 上眼眶跟下眼眶這樣繞 對 消眼睛逐步的水腫 這第三個步驟就是最簡單的 就是用一張 也是以拳頭 從額頭 抬頭紋的位置 這樣往上慢慢 額頭的位置往下拉 往下拉 對 往下拉 那眼角不是都拉下來了嗎 對 最後還有一個收尾的 收尾的就是在下面 脖子 一手放下巴 一手放脖子 這樣給它拉緊 對 給它做拉緊的動作 真的 再順勢也可以做一個 耳朵的按摩 或是頭皮的按摩 可以減輕壓力 我已經快睡著了 好舒服 好 第五名 剛剛我們也有提到 害怕社交場合 對 我 第六到十名呢 第六名 老師問別人我好看嗎 第七名 就算是傷身體的方法 還是要減肥 好多 第八名 喜歡比較外表 第九名 濫用藥物 第十名 傷害自己的外貌 還是要提醒大家 大家雖然都愛美 但是健康還是最重要的 是的 這個階段要恭喜人隊 打成平手 好的 續續力怎麼樣 因為你們達到的是 比較高分的 嗨 太開心了 到我們 頭三顆 乾杯 頭三顆 好開心 妳比較幸運 一 二 三 OK 來 三顆 好 下一個階段繼續努力 好 接下來拿出你們的 是非牌卡 一起來作答 這個階段我們也邀請到 醫學大檸檬最忠實的 鐵粉來出題 觀眾朋友也可以跟我們 一起動動腦 請看 我遇到考試的時候 心情會很緊張 會一直拔毛 算是一種容貌焦慮 這是真的嗎 對 心情緊張就拔毛 是屬於容貌焦慮的行為 是真的嗎 對 還是不 請搶答 好快 不是 不是吧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種 它是焦慮 它不是容貌 對 它不是容貌焦慮 我有朋友有養一隻鸚鵡 其實動物跟人是一樣的 我想很認真在跟你們講 它就是 它有時候會因為主人的某些對待 會讓它 它的自信上 它會啄自己的毛 真的 因為 把自己的羽毛全部 一根一根地拔掉 然後很可憐 所以當你有處在焦慮之後 它會有時候會自己 啃牙子或者拔 對 咬指甲 這些跟容貌沒有關係 像我自己小時候 我考試前 就每次月考前 我都會啃指甲 咬指甲 咬到我指甲流血 真的 我後來才發現原來 我真的是有種焦慮的感覺 可是我那不是容貌 因為我小時候覺得我很漂亮 沒錯 現在也很漂亮 妳現在也很漂亮 所以 不是容貌焦慮 是只是焦慮 緊張 我們請到邱詠麟心理師 為我們解答 好 我來公佈 解答是 錯 有請的 為什麼 沒有答錯 小優絕對沒有容貌焦慮症 但可能有 為什麼 她妄想自己很漂亮 好可愛 好可愛 我沒有解答 你這個地獄梗 但是小優跟瑪莉歐 剛才講的其實都非常地正確 就是說這種拔毛症 其實它是屬於壓力下的一種 不正常的反應 對 但如果更嚴重就會變成 合併有強迫症 對 就是她雖然知道這麼做 會帶給她生理上的痛苦 但是不做 心理上更痛苦 以年齡來講就是說 以兒童跟青少年 這個年齡段最容易耗乏 性別上來講 女生又比男生多了 比較敏感 我們 對 有多重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女生通常受到的 容貌的這種 壓力會比較大 第二個就是說 女生其實他們 紓壓的管道也比較少 像我們男生可能就是 打個籃球 就覺得紓壓了 不 我們都喝兩杯 不是 同上而同親 什麼年齡力 你兩杯哪個 兩杯哪個 女生就是購物 不良 都會追進 碰到剛才我們講的 這些症狀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 趕快在成年之前 把容貌焦慮的問題 或者是說 我們剛才講的 拔毛症的這個問題 把它好好的治療好 成年就不會再復發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父母親也要特別注意 家中的小孩對不對 對 因為在這個青少年的時期 如果有這樣的症狀 現在也有心理上面的補助 對不對 對 就是說現在政府也意識到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的心理困擾 第一次都是在15歲左右 對 發病 所以現在政府有一個得證 就是 好棒 三次而已 然後是 15歲到30歲 這個年齡段 對 每年都可以有三次免費的 去看 政府付費 來 我們來進行下一個階段 選擇想答題 來 拿出你們的數字 可以來選擇 就答 這個階段除了按鈴要快之外 答題要正確 好 只要答錯 沒有送分給對方了 就沒有那個得分的機會了 好的 請問 哪一個族群在脫下口罩之後 是容貌焦慮症 就診率最高的 1 完美主義 2 青少年晚期 3 公眾人物 拿 你那麼快 我們是這個有點難 對 覺得1跟2選一個 因為反而我覺得我們公眾人物 去看醫生我們反而會怕被認出來 小優 我跟妳完全反向 為什麼 我會選公眾人物 妳要選公眾人物嗎 沒關係 妹妹看妳 要聽妳的嗎 沒有 我最近比較衰 衰 聽她的 看妳 好 1 1 好 他們選的是1 完美主義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我的主持人物 是青少年晚期 我覺得是 哭哭 我很早就喝雙眼皮了 我不是有這顆了 妳是愛樹野青春 妳剛剛說 我超愛 是真的 我很早就跟雙眼皮 雙眼皮穿長 這兩個雙眼皮不是假 雙眼皮算一個小的 對 她沒有穿東西進去 她有她自己的定義 來 我們請到邱永麗 謝謝 有容貌焦慮症的 平均年齡大概是16歲 16歲 剛好是青少年 比例上其實以 國內的大型精神科的統計 大概71%的青少年有 但是有趣的是 他們不是自己來看診 通常是爸爸媽媽帶來 因為爸爸媽媽就會觀察到 我們家的青少年怎麼 偷用我的化妝品 因為這個年齡的小孩 在我們台灣的父母就覺得 他應該好好念書 結果他花太多時間在這邊了 就覺得他是不是有點不正常 就帶來看診 可是這個的界定 什麼界定 要不要來看醫生 就是說 他的程度有沒有影響到 如果都沒有 那其實不用來看醫生 對 如果說已經嚴重到說 他已經不能好好的 跟同學有人際關係 就是說同學約他3點 結果他化妝到4點還沒好 那就是太多狀況 還有一個狀況 就明明已經睡過頭了 8點半 還要站了還在化妝 起來還要先化妝 然後還在那邊夾頭髮 對 那就有問題 那就要看醫生 對 然後還有一個附加因素 就是為什麼是青少年 就是青少年通常在 荷爾蒙爆發期 所以通常會有些皮膚 擋成痘 對 所以就順便帶來看這樣子 好 下一題 對於保養肌膚下列哪一項 是正確的 1 晚上保養效益比早上好 2 素顏霜不用卸妝 3 夏季護膚追求清爽 請 成功 GO 對嗎 厲害 但是要怎麼打 我覺得 我應該選擇的是1吧 我覺得 確定 因為素顏霜一定要卸妝 夏季護膚追求清爽 誰說的 因為夏季也會乾 遠吹冷氣就乾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1 郭師傅 你覺得呢 素顏霜不用卸妝 素顏霜不用卸妝 要 要卸 一定要卸 它是化妝品 可是它是保養肌膚 素顏霜它是化妝品 它就尾素顏了 好 你不要罵他 那你覺得難 我真的覺得是1 我認為 晚上保養效益比早上 應該是 應該是 你學聰明了 你學聰明了 美容教 對 好 他們的答案是1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恭喜她 妳這樣問我就對了 好 我們請到凱君老師 相關肌膚的研究 就有發現到說 在夜間的時候 尤其是晚上10點 一直到凌晨的5點 其實這跟我們在講的 保護肝都是一樣的 就是在黃金的睡眠時期 細胞在修護跟分裂的時候 會比早上高八倍 在這個八倍的新陳代謝過程當中 它吸收養分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都會知道說 如果你乖乖運用正確的 相應的保養成分 還有步驟 你再好好的搭配睡覺 最怕的是睡不飽 或睡不夠 或睡錯時間 如果你都會把它搭配得宜的話 真的 你隨時都可以保持最佳的狀態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那個素顏霜 雖然說市場上很多會標榜說 不用卸妝 然後它又全效 又可以休暇 又可以保養 對不對 可是大家有個觀念 它其實就是類似 像是BB霜或CC霜 只是它是沒有顏色的 可是這個亮亮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 其實就是在底妝 或者是我們的物理防曬當中 最常用到的礦物粉末 這些粉末 如果你看天氣很熱 又潮濕 又流汗的時候 又出油 它就容易阻塞毛細孔 就會有痘痘粉刺的問題 所以在這邊要跟大家分享 不管有沒有化妝 我們建議大家 尤其天氣熱 你在晚上回家至少卸一次妝 對 因為你還要卸掉空氣中的髒污 就是 在這邊還是會有很多 男生 女生會說 我就是沒有化妝 不要擔心 你覺得很麻煩的話 就去找洗瀉合一的工具 對不對 就一勞永逸了 這題是陷阱題 其實夏天要選擇的是 又清爽又保濕的保養品 還有防曬 對 你只要保濕做好 油水不會失衡 才不會容易出油 或者是過度乾燥 對 所以這幾個小知識的分享給大家 太棒了 我們講到夏日肌膚的保養 除了擦的保養品之外 在飲食上面 我們可以怎麼吃呢 恰 你知道嗎 這才是你隔壁這位 鍋主廚最大的功用 我要吃 他都也有吃 你以前的雞肉吃很多 那你怎麼去吃到一堆 可以 今天就到的這個 最好的養人生命 太棒了 太棒了 來 今天來吃什麼 好棒 好棒 化妝品的保養 可憐憐憐憐憐 但是吃了保養 我就知道 對 那我們今天這道 粉光元氣保濕期 很好吃 好好吃 你知道嗎 郭師傅 好香 為什麼要讓你說 看這個湯 因為這個不是勾芡的 看起來有膠質 有去香港應該有喝過保湯 有 這個就是用保湯的原理 把所有這些精華 都把它熬製出來 你看這鍋湯只要喝了 真的 真的會滴滴滴 這裡我們加上一點點鹽巴就好 還是要加一點鹽 對 加點鹽 其實我們舌頭對鹽的接觸點 是最高的 鹹 所以加一點鹽下去 符合它的甜 這樣就叫做平衡 這樣就夠了 這樣 剛剛這樣就夠了 其實這樣也是加 讓你視覺看到而已 其實你不加都很好喝 真的 好 那酒當然不用太多 半瓶一瓶也不夠 你加這個就沒有在爽軟 酥心酒 就是 感覺很好喝 這個酥心酒在符合 這個湯裡面的 運行的一個力道 因為酒會住氣 而且它也不算是一種酒類 好香 它是有氨基酸的香度 好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 所以來品嘗了 來 太棒了 好 幸福 好好喝 開動了 光聞香味就對了 好喝 好喝 有酒味 這樣也有 這也有酒而已 好喝 有 重 重 而且喝下去也好喝 感覺好喝 太喝 酒要最後來就放了 酒不可以了 要蒸發 沒有用了 酒的香氣剛剛好 幾大飯店的 真的 順序還是這樣很重要 雞肉吃起來是甜的 但是它最主要是融合 這些食材 它在融合一件事情 它就是讓你有調和的功能 有進 有出 對 而且沒有 微微的苦味 甜味 鹹味 就這樣融合在一起 對 乾甜乾淨 它不會有 對你身體有什麼過度的負擔 它也不是高油脂 沒有 它也不是很重鹹的 它都很清爽的食材 對 但是又很補 尤其現在夏天 所以它的甜是自然的甜 對 感覺會變很美 喝完這一個 師傅 那個花旗參也可以直接這樣吃 花旗參可以吃 都可以 吃到有一點苦苦的 就是花旗參 有點苦苦 但是是甘甜 甘甜 師傅 這個你剛剛在外面煮多久 昨天晚上我就沒有睡覺都在顧火 先把什麼 先把藍白杏鮮熬出來 但是在家裡面 可能這樣你就 太費工 給兩天沒人 對 好厲害 重 郭師傅帶來的這個 夏日的養顏聖品之外 我們鄭醫師也帶來適合 夏日的茶飲對不對 好 來 我們歡迎鄭醫師 來 鄭醫師請 這個是我們的花旗參 夏天非常適合喝夏日花旗參 對 剛剛也有介紹到 花旗參 對 夕陽參 又叫夕陽參 花旗參 它有輕 又可以讓我們有一點補氣 又不會太補 夏天我們流很多汗 會很虛電的食感會流失 我們喝花旗參 就可以有一點補氣的作用 這個花旗參茶包 我們都可以看到它是一個 完整的生切的 真的 你要煮粥 補氣 煮粥你就直接打開了 跟它一起燉 直接打開來就可以煮粥了 因為它就是花旗參本的 它就已經切好了 花旗參的整個切片 所以如果要煮剛剛那個 我一直接打開就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高了也重 很方便 對 上班的時候也可以用來喝茶 那你用菜也可以做料理 那結酒 這一罐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在市面上賣的 一個簡單的氣泡飲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有關養顏美容 養顏美容 就是氣泡飲 我們也可以夏天弄一些 一些洛神花或是玫瑰花粉 有現成的玫瑰花 從那邊好像要變魔術 就很方便 反倒帶 玫瑰花粉 玫瑰花粉 我們用冷凍乾燥 給它抹粉以後 直接給它打開 然後再倒進去 那這個就有非常粉粉的 那種 玫瑰玫瑰的感覺 玫瑰玫瑰 來看一下 可是這個要攪一攪 會 玫瑰玫瑰 要攪一攪 會 玫瑰玫瑰 會喝著很漂亮的粉 好漂亮 很美 玫瑰花 玫瑰花粉 女性在月經前後 或是用這個來喝 又可以補氣 月經快來了 會很累等等 好漂亮 可是要稍微拉拉的 好 好漂亮 玫瑰花的 玫瑰氣泡飲 玫瑰的感覺 好美 對 這個比較女性 沒錯 就是女性 而且等一下下午茶都很適合 這喝的會怎麼樣 會 氣色會變得比較紅潤 會變得比較亮一點 感覺有愛情 你真的可以 這桌美容 會做些櫥子 敷完臉 或是什麼都可以來吃 好喝 花香味 對 花香味 我們建議冬天就是喝這個 夏天也可以加一點洛神花 所以它也太好喝了 它可以暖暖地喝嗎 可以 這個可以喝熱的 這好喝 可以喝熱的 可是喝熱的會 會太苦 太苦 會稍微冰一點 會好一點 這個太好喝了 就很方便 感覺是在貴婦擺貨喝 下午茶 我想要請問一下 這些簡單又美味的湯品 茶品 它所使用的這些中藥材 對於美人的幫助有哪些 像這些補氣 補血 就會讓我們身體的 氣血循環更好 讓我們的臉 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那會有 那種水水的感覺 有可以嗎 喝玫瑰也 它就有補氣的感覺 會更紅潤 對 廢好了 氣血好了 自然就沒了 沒錯 就好像先要把你的 器官裡面的一些雜物 先把它打通了 又來順暢的過程 有感覺通了 感覺通了 太快了吧 你打通了很多耳脈 有感覺在通的感覺 很通 這個 謝謝郭主廚跟鄭醫師 謝謝郭主廚 好的 我們繼續來搶分了 請問 關於針灸美顏 下列哪一項說法是錯誤的 1 做玻尿酸後可以針灸美顏 2 濕針術越多效果越好 3 術後少咬硬霧 提卡 我有在做 我有在做 我覺得應該是 2 我也是覺得2 因為我覺得它加那麼多 效果越來越不一定 因為它要看 調配 對 帶的地方 調配那個位置 對 有時候是咀嚼劑 有時候眼上 有時候是這邊下2 不要再說了 我看郭師傅都快要昏倒了 2 2 他們答案是2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不是 答案是1 真的假的 做玻尿酸後可以針灸美顏 我們請到鄭醫師為我們講解 不是 應該正確地來講 玻尿酸是一種 侵入性的Filler 填補的那種東西 它在填補 在我們人體完全吸收 差不多需要半年左右 它是在打在我們的肌肉層 跟筋膜層中間 我們針灸美容又剛好是要把針 紮到肌肉層跟筋膜層 所以如果你半年內 又打玻尿酸 你等於針就是紮在玻尿酸上 或是紮到肌肉層上 所以超過半年以後是可以做的 我小毒記錯了 我是記承 我是打肉毒感菌 你打太毒感菌 不是 我打肉毒不是 我打太多種 我不知道是賣的 我記錯了 你亂了 亂了 你被孝心熟 我記錯了都好溫 我會選擇原諒妳的 那我就放心了 妳兩個好恩愛 等一下 曾醫師還沒有講完 所以一般如果有做一些 侵入性的一些醫美的程序 我們都會詢問說 妳做了多久 最好是有一點點時間後 再做針灸美容 畢竟針灸美容是要把針 紮到我們的肌肉層 用針具來控制我們臉部的肌肉群 我們臉部有兩個肌肉群 一個是表情肌 一個是咀嚼肌 咀嚼肌就是比較大 咬東西用的 表情肌就是做表情這樣 歡顏紮肌 歡口紮肌 它都是比較薄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針 紮到我們的肌肉層 紮到讓哪些肌肉收縮 可以拉鐵 讓老先有些肌肉放鬆 像咀嚼肌就是要放鬆 讓我們的臉變比較小一點 要拉體就是要 所以這些靠針灸美容都可以做得到 對 我們就是要 紮到我們的肌肉上 它的起始點跟中止點 紮在它的位置上 就可以給它拉體 所以一些細的紋路 也可以靠針灸來紮 紮了它讓局部的血液循環 變得非常好 頸紋呢 頸紋也可以 也可以 我們就是紮到我們的V-line 再紮到我們的胸鎖 鎖骨上 很多醫美頸紋是沒辦法搞定的 頸紋可以用針灸 可是 這邊沒有肉 這邊就皮 我們這邊有肌肉層叫頸闊肌 可以扎到頸闊肌上 讓消水腫 那也可以改善它的紋路 我想問這個針灸美容 有沒有幾歲以後不能做 如果年紀大一點 最好的年齡 最好的階段是哪裡 是 馬哥 你一點都不像你剛剛講的 這麼不在意外的 沒有 因為 你現在超在意 你好在意 感覺明天要去用 我也希望可以維持到 我現在做來不來得及 可以嗎 救得了嗎 你剛剛已經這樣了 算了 沒問題 算了 做結尾 時間夠了 好 一般我們戲的紋路 在30歲左右就開始形成了 所以30歲左右就開始可以紮針了 可是原則上 40歲 50歲是最好的族群 最好 所以 有效 50歲 有夠 有夠兩歲 有夠兩歲 像我一個隊伍是80幾歲的阿嬤 80幾歲 80幾歲的阿嬤 也可以 她就是來做針灸美容 我就問阿嬤 阿嬤 她都重聽了 我說 阿嬤 你80幾歲了 為什麼要來做針灸美容 她就拍桌子很生氣 誰說80幾歲不能變美 對不對 我真的講得很有道理 你真的太白目了 沒有問題 有一點 你怎麼可以問這個問題 那是為了觸及學運行 就是 80幾歲 80歲以後阿嬤 後來變幾歲 就是變比較年輕 可是她用的針要比較粗一點 也比較 會比較有角度 也是往前推的表現 這個階段要恭喜兩隊 搭成平手 很平手 六顆球 三顆球 三顆球 她們的球數是6比6 來 4G逆敵 今天我們需要 鄭醫師用我們球數 幸運得主 我主角 我的球 籃球 籃球 重球 好漂亮 美麗球 對 妳要與小福星 小福星 小福星 好開心 太開心了 而且今天透過節目的討論分享 我們知道 要用最健康的方式 找回美麗又有自信的自己 才是告別容貌焦慮的 最正確方式 當然想要知道更多健康資訊 一定要持續鎖定 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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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笑 太好笑